60歲永遠的天王劉德華 縱橫演藝圈超過40年 多才多藝作品無數 粉絲更是老少通殺 從小就熱愛戲劇的他 1980年就讀香港TVB的無線電視 藝人訓練班 隔年出道就受到力捧 演出神雕俠侶、陸頂記等多部人氣劇集 尤其楊過更是他的電視劇代表作 然而 當時正紅的劉德華因為想要挑戰電影 要求公司將合約年期縮短 結果不僅遭到拒絕 還被雪藏400天 讓他大受打擊 好在他之後順利復出人氣不減 日夜嘎戲拍了許多電影 像是天若有情、羽龍共舞、賭神系列等片 儘管票房成績步步亮眼 演技卻被認為路數狹窄 沒有深度 最多的時候同時間嘎幾部電影 同一時間應該是有四部 那還好啊 對 同一時間 就沒有多到八部這個 沒有不可能的 那這樣詞也記不得了 那個我們的腳聲來來去去都那幾句 你 好 沒有啦 你後來台詞變很多啊 對 後來啦 後來有機會 後來有機會選擇的時候就好了 因為以前 以前到我手上的劇本 都是那一種 沒有其他的 就是負責打打打一下啊 對對對輕輕的 然後抱一抱 然後打一打 耍一耍 直到1999年之後 他才擺脫過去偶像式的演技 比如在暗戰裡一陣一邪 在瘦身男女裡當胖子 在無劍道當黑幫臥底等 精神演技使他成為得獎熱門 金像獎 金馬獎 雙雙入手 成為實力與票房的絕對保證 除了電影成績傲人 劉德華憑藉特有的港式國語唱腔 專輯也是髒髒大賣 啊啊 給我一杯忘情水 換我一夜不流淚 忘情水 馬桶 冰雨 天意等 都是六七年級生的青春回憶 演藝事業精彩 天王感情生活 卻只能用低調再低調來形容 他與朱立倩在90年代起 就傳聞交往 直到2009年才正式承認已婚 並於2012年生下一女 可是你沒事你幹嘛要去打開人家隱私嗎 你也知道我不是這種人 沒有隱私啊抱著都抱過 不是 劉德華先生今天到康熙來了 是 拿定主意說我們兩個不會問別的事情 除了派電影的事之外別人都不問 我怕你 不怕就是你問我不打而已 可是劉大哥你的心情 他已經在那邊裝兇了怎麼辦 你的心情是不打 但是真的生氣的不打 還是說是會用比較柔和的方法 當然 當然鏡頭前面就柔和一點 對 路愛影在揍 還是那個 就是劉大哥平常會 跟那個就是你知道 太太去看康熙來了嗎 這題太好吧 這題很客氣 這題沒有什麼啦 可以放輕鬆嗎 這題算很生活話吧 生活 很生活 蠻要命的 而他這麼多年來都零負評 必須歸功於對自我的要求 以及謙虛正直 卻不失親和的態度 像2007年時 有一個瘋狂粉絲的爸爸 為了原女兒的追訓夢 跑去賣勝 最後甚至自殺 讓劉德華痛批女粉絲 不忠不孝 還有童年曾在成都的演唱會上 跳下舞台 為了阻止保安員 維歐一名突破封鎖 衝向前找他的歌名 就是因為如此優秀的人品 劉德華才能在殘酷的演藝圈中 毅歷四十年不倒 這個演藝圈喔 要紅已經很難喔 要紅得長長久久更是難上加難 就是要保有一顆謙虛的心靈 你越紅你要越謙虛 保熟的賣穗會彎腰 那劉德華充分做到這一點 這麼多年來喔 他一直不讓自己的體重 超過七十公斤 光這一點 一般人就已經做不到了 對啊 玉琳哥已經超過七十 老早就超過了 大概都維持在七六左右 其實我們問這個問題 也是沒禮貌 因為不應該拿你跟天王相提名 不 妳剛剛在 那是偶像的問題會很開心 對啊 我也很認真的回答 我怎麼會miss掉 為什麼會問你 因為難得有人把劉德華的問題 拿在旁邊 謝謝 我知道 我可以心中的地位 一天一天提高了 對 那總之呢 那個看完劉德華呢 給我們很多啟發 也值得我們很多那個新秀藝人 作為一個借鏡 對 一個榜樣 一個標竿 一個楷模